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鹏 今天我们聊一下怎么样提升你的中文听力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可以听懂你说话 可以听懂老师说话 但是我看电视的时候 看电影的时候 就马上懵逼了 就觉得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 为什么你听不懂别人说话 但是你可以听懂 可以听懂我 可以听懂老师在说什么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 老师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在刻意的使用简单的词汇和你交流 而且其实不只是老师啊 大部分的母语者跟非母语者说话的时候 都会刻意的放慢语速 并且使用简单而且常用的词汇 然后你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 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水平而放慢 所以就容易听不懂 如果跟你说话的母语者 发现你的水平其实超出了他们的语气 他们可能会使用更加贴近自己 正式生活状态的词语 比如自己经常用的礼语等等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难一点 因为有些词你并没有听过 这很正常 中国很大 然后人口很多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方言 然后不同的地方叫法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老人和年轻人说话的方式又不一样 用的词也不一样 所以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native speaker 作为一个母语者也会有很多听不懂的方言 听到不熟悉的说话方式的时候也会需要反应一下 so don't be sad everyone has that problem 而且我要说的一点 native speaker跟你说话的时候一般会说的很清晰 就像我现在这样说话 每一个字都说的很清楚 但是当他们在自己平时说话的时候 在平时自己的生活中 就可能没有那么清楚 第二 说话的人表达能力好不好 会有很大的影响 像我们现在这样说话 其实是有准备的 相对于平时的聊天 我录视频的语言其实是经过组织的 所以我们表达的也会更清楚 条理也会更清晰 更容易理解 但是平常人们聊天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准备那么多 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电影电视剧里面 其实也是演一个角色 在一个场景里面 自然的对话 而不是要给你讲清楚什么内容 所以他们的对话可能会更难懂一点 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 就是当别人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知道你们在聊的话题 一旦你有不明白的地方 你会根据前后文的关系 自然往这方面想 所以就会更容易一些 能够大概猜到对方的意思 这会很大程度上帮助你理解当时的对话 而如果是你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一段对话 其实谁都听不懂 我们也听不懂 作为母语者也听不懂 只不过母语者可能会更有经验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更可能猜到对方在说什么事情 其实我学英语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已经学了很长时间的英语 然后以为自己大部分都能听懂了 但是一旦母语者开始随意起来 一旦母语者开始放飞自我 你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想掌握一门语言的知识与技巧 跟完全像母语者一样使用这门语言 这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学习 不是说几个月的差距 而是可能几年十几年的这么一个差距 你想母语者用这门语言已经十几年几十年 你想短短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就达到 或者超越别人的水平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其实语言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捷径 能让你一下子跨越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这么一个gap 我觉得是没有的 如果你发现的话请记得告诉我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 学习一门语言的方法就是模仿 真的我学我学习英语的时候 看过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英语很棒的非母语者 他们分享经验 几乎都提到了同一个方法 就是模仿 模仿你喜欢的演员 明星或者你身边的母语者都可以 这真的是学习一门外语最好最好的方法 可能没有质疑 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学习一门语言最好的方法 是是这个模仿 因为你只需要模仿 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包括语法发音语调 还有用词是否恰当 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 你只需要去模仿母语者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那这些东西那肯定都是正确的 你只要说的跟他一样 那肯定是对的 就算是错的 那也是母语者都会犯的错误 母语者才会犯的错误 你犯了 你说你是不是更像母语者 所以模仿模仿模仿 真的万能 当然你不能去选一个 大家都讨厌的人去模仿 好了如果你喜欢 请记得给我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下一期视频的话 点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